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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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醫師 早安 老闆哥 我們又見面 Katherine Zhang很重 就是膝頭疼痛 膝頭疼痛 走也不想走 有甚麼運動 不做也不可以 不動 有甚麼運動可以做 膝頭疼痛 最主要的結果 就是會令到四頭肌萎縮 大腿上的肌肉就會開始萎縮 令到膝頭疼痛越來越無力 令到原本健康的膝頭疼痛 變成兩邊都傷失 傷失青年 我們要立即糾正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躺下 躺下後面向上睡 將其中一隻腳 橫柱抬起30至45度 你的腳微微伸直 保持著大約10秒至30秒左右 你會發覺到我們的股四頭肌 就是我們大腿前面的股肉 是會有一個酸 一個緊的感覺 用緊力的感覺 這就可以在不活動膝頭疼痛的情況下 對於四頭肌有一定的訓練 因為四頭肌幫助我保護膝頭疼痛 長期膝頭疼痛 股膝頭疼痛當然需要治療 要看看究竟是甚麼事 但如果想令肌肉不要退化 一定要做運動才行 有這麼多運動 我想問在中藥方面 這些是否可以止痛 還是可以幫到手 在中醫角度來說 其實對於痛症 我們有不通則痛 和不榮則痛 兩個基本原因 但通常臨床發現 不通又會伴有不榮 不榮又會伴有不通 這些中藥其實都是一些 例如這個叫牛膝 這個叫唇狗 這個叫毒活 這些中藥都是幫我們發散風汗 補乾腎的中藥 例如是唇狗 幫我們發散風濕 令身體的風濕氣散出來 經絡疏通就沒有那麼不同 另外這個毒活 亦都是幫我們發散風濕 令身體的濕氣散走 尤其獨活是對於下肢的關節的疼痛 是會比較幫助的 這個牛膝其實是幫助我們 可以有補乾腎 通血物的作用 另一方面 這種就是我們中醫 比較臨床上常用的 就叫做懷牛膝 和一個穿牛膝 現在有一種叫做白牛膝 白牛膝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一種中藥 這種中藥也是一個 幫我們去驅除風濕 去舒緩關節鼻痛 和現代一個研究證實 原來它是對關節一定的修復作用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 在適合的情況之下 去服用這類中藥 對關節保健是有幫助的 很奇怪 其實已經很多次都放了中藥 但我覺得雷成這次的味道 好像我看著都聞不到 是我的鼻痛了 藥味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的 因為從中醫角度 我們中藥有五種味道 就叫酸苦辛金鹹 新味其實是一種比較香 和有發散作用的中藥味道 例如剛才我們所說的毒活 就是一種新的中藥 這種新的味道可以幫我們身體發散 一些不想要的物質 例如濕氣 一些風邪等等 所以你會問到很香 一來到就已經有一種香味的感覺 明白 好 差不多時間 剛才一直回答你們的問題 現在已經集中了 這個問題又是激中我的痛處 Christy問 關節痛為何不可以吃香蕉海鮮糯米 在這三樣東西裏面 我每天都吃一條至兩條蕉 這個天氣就沒理由不吃辣味糯米飯 我也知道糟糕了 兩星期前吃了辣味糯米飯 立即痛 要痛的地方也痛 很好吃越好吃越痛 但我先解釋一下 是否不可以經常打電話 你快點告訴我可以 是 OK 其實可不可以是看你的情況 哈哈哈哈 但你說吃真的 因為香蕉不是每個人吃了都一定有問題 但在中醫角度來說 香蕉是比較寒濕 如果本身你的病情 是因為寒濕而引起的關節經絡 入面的阻滯 譬如說你50肩 去到後期我們中醫的體質 你拖很厚 你的濕去盤 鋸在經絡裡面很厲害 你再吃香蕉就未必很適合 但如果本身不是這個問題 你可能是本身很燥熱 但有關節痛 然後又有大便乾潔的情況 你吃香蕉是沒問題 所以吃香蕉反而是視乎個人的體質 海鮮主要是針對一些 本身患有痛風的人士 即是身體的飄靈物質比較高 你吃得多海鮮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導致你的痛風發作 糯米在中醫角度來說 是真的比較黏 即是它的性質比較黏 所以變成它不是真的 那麼適合一些痛症的人去吃 我們會建議如果真的有痛症的人 就小吃糯米 小吃吧 不一定吃一次 但一夜就中 很靈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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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這個好小小 哎呀 那天那晚痛到我 但又好吃 沒有 沒有 這些中藥是怎樣吃的 其實逢是中藥 我都會建議大家 在中醫師的指導下服用 因為始終不同的藥材 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牛膝 它本身是有活血通落的作用 所以孕婦是既服的 至於毒活 本身相對來說是有溫醋的成分 如果體質比較上是比較熱氣一點 或者是陰虛火旺 比較容易乾燥的人士 未必是很適合 所以從中醫角度來說 我們會根據它的體質 可能隨正加減 即是說我們不只是用這三種藥 而是可能會用其他藥加進去 例如發覺你的脾胃藥 消化力藥的話 可能會加些混皮的中藥 發覺你濕起重 可能會再加一些驅濕的作用的中藥 所以你不要看到這一碟 你會說 阿彈那一碟就拿10元 給我買這麼多 回來幫忙 我們示範給你看這些是甚麼 不是這些份量 你一定要找醫師去告訴你 沒錯 我自己就想這幾樣去收拾 這些我們稱為比較常用 但亦有很多其他中藥 Yuki 令皓問 請問關節痛除了針灸和運動 按穴位和按摩可否舒緩 是可以舒緩 但它的治療性或跟著關節痛 就未必可以完全達到 因為始終針灸的作用 止痛的作用是高很多 因為針灸的目的基本上是解結 解結的意思是 當關節出現有些鬱陣的情況 針灸後便可以立即止痛 值得很快可以止痛 Terence 問女人是否被男人教義有關節問題 這視乎體質 女士基本上是真的較多 因為女士 尤其是修經後的女士 很多時肝腎不足的情況會容易出現 修經後的女士 她們的刺激素下降 亦會容易出現骨質疏鬆 所以有時痛症會較多 但亦不代表男士完全沒有 男士很多時可能是因為運動勞損 或工作問題令她們出現問題 Charles Kaka 大腿後腿痛楚不能坐得太久 要站在這裏才行 請問有甚麼或減少痛楚 首先要看甚麼事 大腿後腿痛楚可能是做腹神經引起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肌肉勞損太緊引起 這要跟她做檢查才知道 始終這些很難透過文字 或簡單去解答問題 要找醫生看看 我剛才在談談時 我納到這條問題 以下這條問題 我馬上坐著 我正在翹腳 K-Lemon為何翹腳坐會影響關節 因為翹腳坐時 很多時我們的盤骨都是斜了 這時有機會導致脊椎 會側旁邊 日久可能會導致脊椎側彎問題 所以我們儘量要坐得正 不要側旁邊坐 又或不要翹腳坐便會好一點 我做這個節目很好 經常會很警惕自己 最早坐在這裏時被人罵到我 你怎樣坐 現在要懂得坐 然後我開始翹腳 翹腳有人開始說你不要翹腳 因為這樣我每天都三省不身 所以我現在假裝坐得很好 雖然我都知道每次我坐得很好 坐在旁邊這位專業人士都會 現在坐得很好 坐得很標準 我不相信你 真的 邰號問 時常睡覺起床腰都很冤很緊 是否血氣不夠 如果起床時腰很冤很緊 其實有機會是血氣不夠 也有機會 可能是本身工作或日常生活 導致腰肌有些勞損 經過長時間睡覺時 腰的血液循環降低了 令到它更緊的情況 可以做多些伸展運動或改善生活習慣 會有幫助 我在此請多謝翹姊 再見